IT全播报信息顾炫早知道 在发展人工智能语音助手这方面 微软似乎已经抓到了道路 不仅有严肃认真的小娜 还有俏皮可爱 深受宅男欢迎的小兵 7月26日下午 微软小兵在北京举行了年度发布会 这是小兵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升级 其中最受期待的 小兵终于有了可交互的3D形象 发布会现场 小兵3D形象以全息形式登场 依旧是俏皮可爱的少女形象风格 现场小兵还展示了他最新的唱歌能力 小兵的第四版人工智能歌曲DMM模型 能够快速合成与人类歌手质量相当的歌曲 并能够使小兵自由吸收人类歌手的演唱技巧 小兵甚至能完全代替原人类歌手 完成新作品的上作 说人的话就是 小兵唱歌可一点不比真人上 另外小兵的核心对话引擎和交互感官在此升级 今后用户和小兵的对话 将会更自然更有意思 小兵也变得更加开放 微软和华为达成合作 小兵正式入驻华为手机 目前内置于华为手机的微软小兵 已经正式上线 华为手机用户除了可以和小兵聊天 还能使用微软专为华为手机 推发的烂底头备忘录功能 随时随地让小兵帮忙记录日常事物 并能通过语音等各种方式 查询回溯记忆 智能助手已经升级至8.2版本以上的 华为用户都可以进行体验 有了虚拟形象 能说会唱 还能贴心提醒 有了小兵 战兰们还要女朋友做什么 还能贴心提醒